来自霹雳拥有智力障碍的男子纳加德兰 2009年他因为走私了42.72克的海洛因到新加坡 在隔年就被新加坡的法庭给判处死刑 纳加德兰的案件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了关注 而他的律师声称他的当事人有智力障碍 根据国际法患有精神问题的人士是不能够被判处死刑的 那过去这十多年来纳加德兰他用尽所有的法律途径 包括向新加坡总统要申请特赦 希望能够躲过被问掉的命运 但是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那如今距离纳加德兰他被正法只剩下四天的时间 但是国内的民间废死组织依然不放弃营救 并且要求内政部介入将纳加德兰引渡回国服刑 来看一组国内快报 大马吉运毒死球纳加德兰距离在新加坡被正法只剩下四天时间 亚洲反对死刑网络今天率队到部城内政部 向内政部长韩沙赛努丁提交备忘录 促进我国内政部和新加坡内政部交涉 以人闹理由转移囚犯将纳加德兰带回我国服刑 我国的吸烟人口在2019年达到21.3% 意味着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吸烟 卫生部长凯里今天推荐戒烟活动时指出 卫生部已经制定管制烟草和烟草制品的策略 目标是在2025年将吸烟率降到15% 并在2040年达到终结时代 我国通货膨胀持续升温 大马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 我国三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增长2.2% 增幅高于从2011年至今的1.9%长期平均通膨率 推高三月份通膨的主因 是食品及非酒精饮料的价格按年上涨了4%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